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我们聊到了太极拳的气怎么练 昨天聊到太极拳的气怎么练呢 我们先晃动自己身上的血液 感觉到它在动 说到气血气血 其实它就是气 那么我们开始的时候前后晃动 左右晃动 然后呢就是转着晃 像一个筒一样把这个血液荡起来 那么昨天有一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在转的时候 我们这是一个筒 假想成一个筒 上下一单出的筒 在转的时候 这个脚离地不离地 两个脚是不离地的 两个脚是不离地的 这位朋友问的离地 离开地面还是不离开地面 两个脚是不离开地面的 这个脚前掌和脚后跟四个点 能流到它的重心 重心在这个脚后跟 你看 然后呢 你换的时候 重心在前掌 然后再换到这一边的时候呢 重心在 这个 点在 这个脚的前掌 这样换的时候呢 往后一换呢 这个点在 这一只脚的脚后跟 然后呢 再换到 这一个脚的脚后跟 再换到这个 这个四个点 像这样换 其实人就是一个整体 晃动了 这是昨天一个朋友问的问题 脚离地不离地的问题 不离开地 但这个点 这是脚前掌脚跟 前掌脚跟 这四个点 一个点一个点的换 这样就转动起来了 那么 它不要离开地 它只是一个点 这个重量的点在脚跟 在脚掌 在脚掌 在脚跟 在脚跟 在脚掌 这样换 这样换 不要离开地 好 那么 今天呢 我们来聊一个 跟这个 昨天讲的 有一点关系的 这个 话题 什么话题呢 就是太极权启示 其实呢 我们聊的不是启示 我们是聊启示 之前的开步 太极权的开步 到底应该怎么开 大多数的练太极权的人 甚至说 你所看到的太极权 几乎全部都是什么呢 把左脚抬起来 插下去 脚尖先挨地 然后脚跟先挨地 后挨地 然后 这个人到中间站好 这种开步的方法 我说了 一定会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应 所有人都这样练的 那么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真正的太极权的开步 不是 我往后一点 大家看不见 这种 把脚抬起来 放下去 这种开步的方法 是错误 那么 真正的太极权的开步 应该是什么呢 那么和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炼气 那个方法 是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脚 不用提起来 我们说太极权 自然战力 自然战力以后 我们的脚 把重心 移到右脚 本来我们是自然战力 对吧 自然战力 自然战力的时候 把重心移到右脚 移到右脚 移到右脚的时候 稍微晃一点点 晃一点点 就是整体的晃动 就像我刚讲的 炼气的左右晃动 那个一样 晃动到右脚 然后 这个重心在右脚 左脚就可以拿起来了 拿起来 你不需要像表演太极拳那样 拿很高 直接就把它分开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脚分开之后呢 我们的重心没有变 我们的重心仍然在右脚 这个重心在右脚 好 我立远一点 大家看 那么 现在 本来我们是自然战力 我们说不说立正 说自然战力 然后重心 在右脚 然后 把左脚分开 分开 分开以后 重心还在右脚 这时候 我们像我们练气的左右晃动一样 把整个血液晃到中间去 晃到中间去 那么我们的 这个 整个这个铜 晃到中间 来 晃到中间 开 那么 刚才我立远一点 大家看到了 那么 左脚向分开的时候 不要拿那么高 直接分开 然后 像一个 树桩一样 整个晃过来 这一晃过来 重心就在 人的中线 中间了 我这个重心就在中间了 本来重心是在右脚上 我现在一晃动 整个晃动到中间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 太极权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么 别人都是 都是 不是这样做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好 那么明哥现在跟大家说 开步 为什么要这样开呢 我们说 无极升太极 我本来这是 没有太极权 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自然站立的时候 是无极的状态 没有太极 现在我重心一到右脚 这时候就有太极了 你看 我重心一到右脚 就我这夸张了 其实呢 你看是看不见的 我重心一到右脚的时候 你是看不见的 因为我是自然站立的 那么重心一到右脚 这时候你动 那就是无极升太极 为什么他这时候是太极了 这时候他为什么是太极了 重心一到右脚 这时候就动静虚实 就阴阳 就开始涌了 你重心一到右脚 刚到右脚的时候 重心本来是自然站立在中间的 重心一到右脚 这时候 右脚是时 是阳 而且是动 那么我开左脚的时候 往左脚一开 这时候往中间一晃 这是动 这是静 这是动 动静阴阳开合 阴阳动静虚实 它都出来了 一动就有阴阳 就有虚实了 就有动静了 就动静之风了 那么这太极已经开始了 已经生出来太极了 那么这个太极 是什么 那么我们说一点 实际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在昨天我们讲 左右晃动这个 是这样的液体的时候 左右晃动的时候 那么你看这个间 我现在一晃动 我现在一晃动 这一个整个的身体的重量 就晃过去 这个时候 它就有寂寂的能力了 有太极了吗 有太极了吗 这个间创造人的时候 是很有力量的 力量就来源于 整个的液体晃在中间 是一个整体晃到中间 整体晃到中间 那么这指真正的太极拳的 启示前的开步的 最正确的状态 为什么它是正确的状态 明哥练太极拳 五十多年都是这样练的 就是这样体会的 我小时候许太极拳的时候 前辈他也是这样教的 好 那么我们讲 这个时候动静 虚实都有了 它就有这个积极了 你看 它是整静 这就是整静 这就是一个整静 我整个一百多斤靠过来 这就是整静 我们平时看到的太极拳是 把脚提起来 落下去 然后慢慢的过来 你看 它跟太极的整静 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没有了 这个就是 什么呢 就是 它这一种开步的方法 这一种开步的方法 怎么样 和外加拳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它不是太极拳 应该说 好 那么我们再 我往后站一点 大家仔细看一下 我的状态 我是夸张出来 我把它夸张出来 重心到右脚 分脚 看 但是不能过 要到中间 不能过掉中线 重心到右脚 这一动 这个肩就有力量 它就有极大的能力 它就是一个整静 这 就是太极 这时候太极已经开始了 它就有太极了 太极的整静就出来过了 出来过了 这才是太极拳 启示前的开步的最正确的状态 状态 全身放松 自然站立 自然站立 我一想开左部的时候 重心肯定是在右脚 不到右脚 你左脚拿不起来呀 所以这时候一动 那无极就升太极 就阴阳虚实 动静都出来了 动静都出来了 那么就像我们靠这个树 我们靠这个树 比如说这来有一棵树 我们就靠它 靠它 靠它怎么靠 你用这个地方靠吗 不行 要用整体去靠 那么当对方这边 遇到力推我的时候 我这个腿是虚的 不挨地的 其实我这个右脚 不是蹬地的 而是我由于不挨地 我的整个重量 是在这边靠过来 所以对方推的时候 都是推不动的 那么这个 大家可以去慢慢地体悟 慢慢地体悟 好 关于太极拳的开步的正确的状态 今天就是起事前 这个开步的状态 就是这样开步 大家仔细去体会 首先不能立正 立正就是全身紧 那紧了 那不是太极了 不是无极状态 我们自然站立 自然站立 这个无极状态 没有动静 没有虚实 没有阴阳 从哪里开始的 从重心移到右脚 也就是左脚一松 左脚一松 这时候就开始有动静 虚实阴阳 那左脚已经虚过了 右脚 重心到右脚了 这时候 你看 左腿可以拿起来了 左腿一拿起来的时候 重心不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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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大家立刻 那么重心到了右脚 左脚拿的时候 重心不要过去 这时候 左脚拿开以后 然后重心整个到中间 整个到中间 这个洞很短 但是它是一个整进 是一个太极 今天呢 关于太极权 启示 前的开步 太极的开步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认同的朋友 赞成我的观点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 转发 收藏 收看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